孟晚舟引渡案于8月18号下午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结束,它还意味着两年多的案子终于被公之于众,可以惊奇的是,庭审中孟晚舟的律师提出了许多证据,就让美方的指控不成立,可加拿大为了讨好美方无视司法,还宣布将在两个月后做出判决。 当时孟晚舟事件可谓轰轰烈烈,加方毫无正当理由强行将孟晚舟非法扣押,请按住点赞不要放手,就能触发超级赞的效果,您的鼓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 发展到现在,想必也有不少人看过了,加方之所以肆意收莫晚舟,也是被美方所知。 中方与中方合谋已不仅仅是为了遏制华为科技企业的发展,而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阴谋。 对加方的非法拘禁晚舟后,美方立即提出引渡请求。 为掩人耳目,加方还对孟晚舟犯了欺诈罪,孟晚舟也已被加拿大非法取禁三年之久。 8月16日的晚上,加拿大高等法院的州法庭开庭。 孟晚舟的辩方律师对起诉关于孟晚舟的准语达成引渡请求表示反对,而且孟晚舟的辩方律师强调说, 这个计划没有欺诈行为,也没有造成任何一方的损失,甚至没有一项合理的风险因果的讨论。 审判期间,孟晚舟律师再次敦促加方法官示范孟晚舟。 可以知道听证结束后,加方也没有给出任何处理结果,在当天的庭审中进行辩论。 根据控方的陈述,控方却再一次暴露出矛盾的说法。 检察官当时说,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后,汇丰银行有一个长期的内部政策,不让客户参与伊朗的合作项目。 还是通过美国来处理伊朗的汇款业务,当时汇丰高管与孟晚舟会面,就是要把情况告诉孟晚舟。 这位法官也提出了质疑,既然汇丰高管约见莫婉舟的目的,为什么要在关闭星通公司账户之后,并通过汇丰美国分行继续清算美元业务。 控方却根本无法回答法官的问题。 法院审理结束后,加拿大首席法官霍姆斯宣布,在10月21号之后,将就判决结果达成一致。 事实上,案子的采取根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,而且华为早就提供了 有力的证据证明孟晚舟是无辜的,可加拿大却一再示弱。 值得一提的是,孟晚舟案迎来关键审判节点之时,美方还特意给家方打了个电话。 而在孟晚舟被非法拘禁的一千多天里,究竟是什么? 其父亲,华为总裁林郑飞,也做了不少努力。 当得知女儿无故被抓后,任郑飞也非常理解美方和家方的用意。 华为研发的5G技术领先全球,这让美国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了威胁。 为保全其在国际上的地位,美国不惜以下作方式对华为施加一系列限制,最不想面的是联合其他西方国家。 拒绝华为的军火建设,并禁止向华为企业销售芯片,供应芯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。 华为研究5G的目的就是了,它是为了在交通上获得发展,其次是为了形成技术性防御,并始终以开放包容,共同合作发展的形象面向世界。 但是,一些西方国家实在太狭隘了,为了限制中国科技的发展,甚至以孟晚舟为要挟。 任正非也很清楚美方的真实意图是在国家和个人家庭之间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 可是做个父亲,怎么能真正地抛弃女儿呢? 孟晚舟被困的岁月里,任正非也一直在寻找证据。 即便是在8月18号听证会上,面对险方自相矛盾的说辞,帮助女儿和家方却对铁证无能为力。 就连判决结果也寄希望于赛托,面对家方的无赖,任正非也只是回答说,相信加拿大法律的公平公正,言语中的无奈也是不言自明。 当任正非努力救女儿的时候,孟晚舟的二婚丈夫却一直在为救妻子而苦恼。 一提起孟晚舟,人们就会想起她是任正非的女儿,华为总裁。 而她是华为的副董事长,首席财务官,其实这些身份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,她从基层一步步走向管理。 一出到公司,根本没人知道她的身份,她靠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认可。 莫外周的第一次婚姻相当神秘,没人知道她第一任丈夫的身份,有人说她是商业巨头,有人说她是华为内部管理人员。 然而,这些都被莫文周所否认,为之。 他们生育了三个孩子,但能看清孟晚舟的人肯定不会持荣。 她的第二个丈夫叫刘晓松,她从小就是个学霸,高中时在大名鼎鼎的成都西中上学。 毕业后,她为进入华为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工作。 子公司的CEO一路升职为项目经理,这让人吃惊的是,在升任为华为子公司总裁之后,她选择了离职。 帮手也很不理解,毕竟她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,好不容易混到今天这个位置。 只有当刘晓松和孟晚舟结婚的消息传开后,大家才明白,原来刘晓松是不希望别人说闲话。 听说孟晚舟被关在加拿大后,刘晓松也心花怒放,她只做了两件事,第一件事就是飞往加拿大。 之后,孟晚舟出现在公众面前,她所见到的只是她临危不乱, 而没有看见一个人马上在身边帮她提包拿衣服。 在孟晚舟被拘禁的三年里,刘晓松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她。 为证明妻子清白,倾尽一切搜集有力证据,孟晚舟之所以能自由出入,完全得益于刘晓东做的第二件事。 加拿大富人区有两栋豪宅,为了保全妻子的个人自由,刘晓松以两栋豪宅作为抵押,换取孟晚舟自由出入权。 尽管最后一周还是困在加拿大,相信在我们全国人民的努力下,除了大雨倾盆而下。 等那一天,每一位毕业的人都会被谴责,而孟晚舟也会回到祖国。 请按住点赞不要放手,就能触发超级赞的效果。 您的鼓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 请按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